在上一集的节目里 师父为我们开示了奉献真正的意义和内涵 那么奉献跟佛教徒常说的 利他跟利益众生又有什么关系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言法师 师父您好 我们通 师父 我们常说佛教徒都说要利他 是利他的 是利益众生的 那么利他跟利益众生 是不是用奉献的精神来从事利他跟利益众生 这两者有没有什么不同 这些是相同 是 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 应该要自利利他 自利呢 就是自己减少自己的烦恼 解决自己的问题 利他呢 就是为他人解决困难 作为一个 所谓发了菩萨愿的人 那是以利他为主的 也就是说 不考虑自己的问题 就是呢 众生的问题是第一个 需要解决的 是 这个是呢 就是说 菩萨出法心呢 不为自己利益 限利益众生 这是呢 就是菩萨 也就是说 不考虑自己的问题 那就是利益众生 也就是利他 利他 这个时候呢 就是从 一个 站在一个菩萨的历程 就是 罚了 他菩萨愿了 就在利他 可是奉献呢 这个更呢 这个谦虚一些 对于众生来讲呢 就把众生当成菩萨 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菩萨 觉得众生都是菩萨 众生都是成就我们呢 成就菩萨道德 或者是成就我们 成佛道德 菩萨 所以是让我们 能够有机会呀 来修行 菩萨道 所以这个正是大菩萨 因此呢 我们要对他们呢 做奉献 奉献就是说 自己是谦虚 自己的地位比较低 不是说利他 我就说 我是个菩萨 我来帮助人 这观念上啊 有一点不大一样 那么这么说 奉献是比利他还要更进一步的 更谦虚的 更谦虚 对 是 那么师父刚刚也提到 就是说 佛教徒啊 要自利利他 为什么 佛教徒还必须要自利呢 不能像 不能像菩萨一样 就是说 完全地利他 哦 菩萨呢 是以啊 利他作为自利的 在利他的同时 一定自己是有 得到利益的 但是呢 他是以利他为目的 其实呢 成果自己是一定分享到的 比如说我们要把陈小姐有一辆车子送到你安全的送到你目的地 我为了这个帮助你我要找一辆车子我要陪着你 要把你送到你目的地区 目的是为了送你 要找一辆车子 但是呢 我也去了 那我到了 我也到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以利他为目的 不要以利自己为目的 但是呢 自己一定是 受到利益的 所以是 佛教徒之中的 所以只有菩萨行者 应该是 这一利人就是利己 不是的 首先考虑到 考虑到是不是对自己有利益 不考虑自己有没有利益 只要对他人有利益 我如果能力许可的话 我一定去做 那做到最后 自己一定要有利益 可是我在想说 那为什么刚入门的佛教徒要先强调自利 是不是因为 如果一开始就强调要利他 可能很多的人就说 哎呀这样太辛苦了 所以他会想说 一些对我有什么好处 然后可能更进一步 我得到好处才想 原来才能够了解 真正的利他 是不是这样 太好了 的确是这个样子 人人多希望啊 自己的利益 因此在这个维目镜里边呢 有这样的一句话 为了让人呢 得到父的智慧 进入伏法之门 首先呢 要用利益来引诱他 来啊 这个让他 感觉上对他有好处 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利益 所以是呢 所以利益当前 比如说 我们呢 现在要举办一项什么 互动 我们首先要讲 你们来一定得到什么好处 如果他 大家来了 没想到他们自己得到好处 他们不会来 不管是上课也好 听讲也好 参加互动也好 就是来新疆佛教也是一样啊 要告诉他们 你新疆佛教对你有什么好处 如果不说对你有什么好处 一般的人是不来的 是 所以是一般的人 先要告诉他 你得到利益 因此就是智力 以智力为 为着手点 然后呢 再告诉他 利益他 就是智力 对智力啊 更大的 这是进一步了 是 师傅虽然说 利益他 就是比智力更进一步 可是很多人啊 可能这个观念很难突破 他会想说 为什么都是我要利益他人 为什么都是我去帮忙他人 我还想人家来帮忙我呢 那如果有一般人 有这样子的观念的话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了解 其中的这个真正的含义 每一个人都是到处吐痰 到处吐口水 丢果皮 结果自己生活的环境里边 也是这样子的环境 就是到处都是痰 到处都是果皮 垃圾 就是害人 就是害己了 因此呢 利人 就是利己 就是说 我们考虑到 这个环境里边呢 不要随地吐痰 也不要随地 丢垃圾 考虑到 我这样子做 可能影响到 其他的人 也会说的 我这样子做 那 我不利人 人家也不利我 我利人 人家也利我 所以考虑到 现在这个社会 很多人说 现在社会风气 自己不好啦 这个很多的问题 可能要先从自己做起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 因为自己不好 所以影响到 大家都不好 有些人想到 我怎么一个人好 人家都不好 没有用的 不一定 你一个人好 能够影响 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 都比较好一些 不要增加一个人 你自己也去做坏事 那这个环境更乱 是 谢谢师父开示 那么根据师父的开示呢 利他就是最好的 利己的方法 那不妨 你也试试看 也欢迎您 在下一集里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